看到我两碗 这遇到一个 这叫天青药 这还叫天蓝药 天青药 天青药 一个小汤奥洗 低头 清中洗的没问题 三千五万 三千五太贵了 拿不动 拿不动了这要洗 但是要洗的确实漂亮 这白药可以当一个药味盖 对 那个我说来的时候挺买来的 我们清晓几遍都没清下去 你闻一下 它过去那个 还有那种过去擦香的味儿都有 我说了一下 这是佛教的擦香似的 香茶 那个我拿八四洗过 都没洗下去那个味儿 你闻一下 那里边估计烧香的味儿都有 有有有有 就像佛堂那味儿 我这擦了多少遍 才干净点 伤红描紧 对 不错 这玩意儿不错 清代河铁玉 老班子 老班子 你看 这班子 带这个套 这套就是纸大 你对呀 让老板打开 看 这班子多漂亮 这班子 而且带年号的 带年号的 你看 这一块 这自带咬 这是什么这儿啊 什么什么巨 应该是个 应该不是个人名 就是个号 对呀 谁用过 这班子 这班子也漂亮 班子漂亮 上面是 过去那个浅浮雕的一个草笼 干锅带的 你老朋友过去玩不行 对对对 玩不行 那子弹的盖 这一套 不用挂起来 这老翡翠的顺 这是沿着的福寿纹 沿着的 福寿纹 多漂亮 考栏的工艺 沿着的 太漂亮 好喝吗 这个 要多少钱 六万 六万 这一套六万 那一套 那个 就是 你们当地开店的 他说 我 我 给我开门那样 一个那个 加一个那个 那把糊 那是俩吧 给出了三万五 我说这一个三万五 我都不管 一个三万五 他加那把糊 我说 对 他说你得让我挣点 我说我让你挣点 我挣不了了 对呀 我往里边贴钱的 给那个 你有利润 我就没有利润了 这个东西 他卖一件少件 他不是像我 对对 你知道吧 要是这东西卖了 我这辈子 我再看收这个收不着了 那是那是 嗯 现在逃老货 逃得太难了 不容易找到一个 现在就这 这像单摄药 这样东西 夹的太多了 那 单摄药 看什么啊 看夹 看真 一个是看气型 气型是否端重 是否归等 再一个看什么 看幼水 幼水是否盈润 是否是具有那个老磁器的幼水的特点 有没有开片 有没有玻璃质感 然后 第三 看底竹 你看这底竹 多老旧啊 这是典型的敲底 敲底 敲下来的 你看 鞠齿狼牙 像狗啃似的 你看 这底 你要是看这个 你合一 不可能合一到这样的底 你看 这样的 这是开门大佬的东西 一眼乾隆的东西 这是 你说清中气也可以 这就是清中气的东西 乾隆的东西 一点一点毛的东西 咱整这货 还有这对 这对瓶子 可有意思 这对瓶子 这对瓶子也没有毛的 一点一点毛都没有啊 二龙系组 上面一个龙 下面一个龙 你看 这还有一条龙 三条龙 三条龙 上面还有一条龙 四条龙 五龙 五条龙 五条龙 这个瓶子特殊在什么地方呢 这是浮雕的 你看对瓶子 你看 四个刺龙 你看 四个刺龙 趴着 完完整整 而且这个尔西尔 还是瑞瘦了点 这个口 是窥口 这气形特别独特 光绪的 这一眼光绪的 灰流的 我就爱整这灰流的东西 这灰流的东西 特别精美 你看 无论是摊 还是幼 扫着工艺 你看 特别精美 而且这一堆瓶子 特别完整 你和国内 就这样的 这个工艺的 完整的保存下来的 你一百多年保存下来的 你多难啊 对不对 这窥口 你看看 这口多漂亮 这一堆瓶子 好透了这 这一堆瓶子 今天 就干了这么三件大货 你看 就这么三件大货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 喜欢马哥的视频 给马哥点关注 拜拜